国际移民组织16号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 已经有超过1000万苏丹人流离失所 占苏丹总人口的大约20% 这是当前世界上最严峻的流离失所危机 报告中指出 超过1000万流离失所的苏丹人中 有约780万苏丹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另有约220万人前往周边邻国寻求避难 此外 苏丹一半以上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是未成年人 超过97%的国内流离失所者 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或更糟的状况 苏丹卫生部16号表示 苏丹政府目前在全国设立了约2280个避难中心 共登记了近900万名流离失所者 同一天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称 由于武装冲突不断 苏丹首都喀图木以及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 科尔多凡地区和中部的捷吉拉州 几乎无法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服务 其中 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尤为严峻 有大约80万平民被困在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西尔市 食物 药品等物资即将耗尽 这名世卫组织官员说 苏丹的人道主义行动面临巨大资金缺口 今年 联合国苏丹人道主义应对计划 目前仅筹集到所需资金的26% 他呼吁交战各方立即停火 并采取紧急行动应对 否则 苏丹人道局势可能走向失控 2023年4月15号 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 在首都喀吐木爆发武装冲突 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持续一年多的武装冲突 已造成苏丹约1.87万人丧生